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不起 我现在看不到时钟 现在早上7点13分 对不起 现在7点13分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大家最关注的当然就是苏拉台风 苏拉台风在旅宋岛的东北方 打圈圈打转了三天之后 昨天的方向终于已经确定了 然后往这个偏北偏西北的方向前进 所以昨天中央气象局在晚上的时候 已经针对巴士海峡 在我们最南边的这一个海峡 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 那么它的行进的方向 因为有一点点偏难 所以对台湾的影响范围将会缩减 不过就时间上来看礼拜三礼拜四 那么南部地区还有东部地区 人就会受到了这个苏拉台风的 暴风圈的影响 好 那么按照苏拉台风的行进的方向 以及时间来看的话呢 最快今天下午台东还有恒春 屏东地区可能会发布 陆上台风警报 而明天的深夜 然后一直到礼拜四的清晨 台风的中心会穿过恒春南边的海面 台风的中心位置点应该不会登陆 但是它的暴风圈笼罩的范围 会包括了台东 屏东 高雄 还有台南地区 这地方会进入暴风圈的范围 其他地方不会进入暴风圈的范围 而降雨的地区当然以这个地方 台东 屏东 台南 高雄为主 那至于在花莲跟宜兰 迎风面也会有一些阵雨 中部地区 北部地区 相形之下比较稳定 但偶尔也会有阵雨 还是要小心注意 好 今天其实在台风 还没有正式登陆之前 没有正式影响之前 各地算是稳定的 只有南部地区是多云或短暂雷阵雨 有40%的降雨几率 其他的部分 北部地区 中部地区 以及东部地区 还有澎湖地区 都是多云到晴 降雨几率都只有10% 在温度的部分 北部地区白天的温度是27到35度 中央气象局发布了高温资讯 在中午前后 包括了台北市 新北市 桃园市 在中午前后可能会出现 36度以上的高温 中部地区呢 晴时多云 那么白天的温度是27到34度 南部地区多云或短暂雷阵雨 白天的温度是25到34度 中央气象局针对了高雄屏东 发布了高温资讯 东部地区25到33度 那么但是呢 中央气象局提醒花莲跟台东 在中午前后可能会出现 36度以上的高温 澎湖地区27到33度 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 台中 宜兰 台东 27度 台南28度 高雄跟花莲26度 澎湖29度 好 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呢 四大指数都是上涨的 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213点 收盘指数34,559点 涨幅0.62% 纳斯达克上涨了114点 收盘指数是13,705点 涨幅0.84% 标普白指数上涨了27点 收盘指数是4433.27点 涨幅0.63% 费城半导体则是大涨了42点 收盘指数是3537点 涨幅1.21% 这里面呢 辉达其实在昨天呢 开盘的时候呢 其实是开低 但是呢很快的 那我们就看到说呢 市场的气氛呢 转加之后呢 我们就看到开始转为上涨 最后回答呢是上涨了1.78% 一早上个礼拜五的下跌的 这个相关的这个阴霾 好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油价 油价的部分 纽约西德州原油小涨了0.27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80.10美元 涨幅0.34% 主要呢是有一个热带风暴 意大利亚呢 可能会袭击墨西哥湾 那这个对于墨西哥湾的 产油跟电油量都会产生影响 所以呢纽约西德州原油呢 上涨了0.34% 但北海布兰特原油呢 则是下跌了0.08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83.87美元 跌幅0.1% 主要还是担心中国大陆的经济 需求上面会不会减少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农粮价格 加个黄豆期货上涨了1.3% 加个小麦期货呢 上涨了0.93% 加个玉米期货上涨了1.12% 在贵金属的部分 纽约黄金期货价格上涨了6.90美元 每盎司的报价是1946.80美元 涨幅0.36% 那白银的期货呢 涨了0.07% 铜的期货涨了0.21% 把金的期货涨了2.36% 好那至于在美元指数的部分呢 因为美国的公债呢 它出现了买盘 然后所以呢 我们看到美国的 这个长天期的公债殖利率呢 往下修正 这也带动了美元指数的往下修正 也带动了美国股市的上涨 现在美国10年期公债殖利率呢 来到了4.20% 从这个15年来的高点啊 那么持续的向下修正 好所以呢 美元指数呢 在昨天呢 也间凌晨呢 也出现了小幅度的拉回 微贬了0.05% 来到104.02% 但是呢 美元对日元人就是升值的 那么盘中的时候呢 一度升值到146.75日元对1美元 创下了11月9号 也就是9个月来的新高数字 那就是日元就是新低数字 那么最后收盘的时候呢 是来到146.52日元对1美元 好 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货币的部分 在欧洲呢 那么英国呢 是休市一天 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呢 则是上涨了95点 收盘指数是15792点 涨幅百分之1.32 德国法兰克福指数 则上涨了160点 收盘指数15792点 涨幅百分之1.03 好 接着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今天的早报新闻 在周末的时候呢 这个杰森后 全球央行年会 在杰森后的年会当中 有许多的报告 这些报告呢 似乎都对于通膨啦 还有全球的经济状态呢 有一些关注 那么认为目前的通膨 还有全球经济 都冗造着阴霾 那么在通膨的部分呢 在这一次的 杰森后的央行年会当中呢 多项的研究报告 演说都提出来 有三大因素 对于全球通膨呢 仍旧持续的加剧 它的通膨上升的压力 一个是贸易壁垒的升高 第二个部分呢 是人口老化 第三个部分呢 是能源转型 就所谓的绿色通膨 不过这些因素 我们之前 也跟大家分析过了 好 第二个部分呢 是联准会坎萨斯的联准银行呢 在杰森后央行年会当中呢 提出了他们的研究报告 提到了全球经济 目前呢 笼罩着三个因应 第一个因应呢 是政府的债务评创新高 这个在疫情期间呢 疫情之前 其实就已经出现了 但疫情期间呢 为了要控制疫情 各国呢 那么采取了大量的 财政支出 那么举债非常的高 这个呢 使得公共债务 全球哦 全球加总起来的公共债务 占全球经济的 产出的占比 已经从40% 上升到60% 那这么高的一个 全球政府债务啊 不知道什么时候 在什么地方 可能会有引爆的风险 第二个部分呢 那就是地缘政治冲突 影响贸易体系呢 这里面当然特别提到了 这个美国的这一些保护主义的一些做法 第三个部分呢 是生产率的成长疲弱 目前呢 唯一的亮点 其实就是AI 人工智慧 有提升生产力的可能性 那这个呢 是目前的三道隐忧 包括了政府债务 还有地缘政治冲突 影响的贸易 等于是去全球化 还有生产率的成长疲弱 好 不过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美国今天凌晨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看到美国的公债值率往下滑之后呢 美国股市就上涨 不过呢 它的利率现在呢 居高不下这个事情呢 对美国股市呢 它的飙升可能会后续产生压力 第一个呢 是根据Vexit的这个统计呢 目前美国标普白指数的这些公司 他们的平均本益比是18.6倍 这个呢 高于年初的时候的16.6倍 也比平均十年的本益比是15.8倍 要来的高很多 好 另外呢 我们看到耶鲁大学啊 所做的美国崩溃信心指数啊 他是调查机构投资人 还有调查散户 认为在未来的六个月之内 会出现10%以上的跌幅的几率有多高 结果呢 最新的调查发现有44%的机构投资人 认为未来六个月会下跌超过10% 这个比例呢 仅次于2020年3月 而散户的比例更是有34% 这个呢 比2020年3月的时候 调查的26% 都还要来的高 所以看起来呢 信心上面啊 确实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偏弱的一个情况 好 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电动车 根据Bruber啊 他所做的调查 在过去这一年期间啊 已经有23个国家 他的电动车 占他的汽车销售的占比 超过了5% 而Bruber认为呢 5%很重要 因为呢 超过了5% 他就有机会滚动式的快速成长 而这里面呢 各国电动车占比最高的 其实是挪威 占比高达82% 就是新车销售 每100辆当中呢 就有82辆是电动车 那么另外呢 北欧的很多国家 占比都超过30% 包括了冰岛 瑞典 芬兰 丹麦 另外荷兰 他的占比都超过30% 德国的占比有17.8% 中国大陆的占比16.8% 而美国的占比7% 韩国的占比5% 台湾其实还不到5% 好 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中美之间呢 在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呢 访问然后昨天的雷蒙多 跟王文涛 中国大陆的商务部长 王文涛呢 举行工作会议啊 双方这样子 两排官员这样子 这个面对面的 坐在两排 那么会后呢 他们同意的两个重要的进展 另一个呢 是双方呢 要共同成立一个新的工作小组 而这些工作小组呢 由商务部的副部长 轮流举办主持 那么第一次的会议呢 将会是在明年初 由美国的商务部副部长 来主办主持 那第二个部分呢 则是呢 双方呢 要同意启动一个 出口管制 执法讯息交流机制 由他们的助理部长 来相互 互相来主持 那第一次会议呢 就在 今天 由他们的助理部长呢 今天然后在北京 来举行 所以双方呢 希望借由交流 来减少彼此之间的误解跟误判 好 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中国大陆在房地产跟股市的部分 昨天呢 中国大陆的中指研究院 公布的数据显示 在八月份的时候呢 27个主要城市当中呢 那么成交的面积都是减少的 而且比前一个月减少 比上去年也减少 比前一个月呢 越减7.59% 跟去年同期相比 年减28.5% 这里面值得注意的是 一线城市呢 它的减少幅度都相当的剧烈 那么二线城市反而出现了越增 那么一线城市当中呢 上海深圳北京 跟前一个月相比 都越减超过两层 只有广州呢 跟前一个月相比 越减5.2% 好 所以野村的最新的报告 认为中国大陆呢 现在想要就股市跟房市的政策 力道仍旧是不足的 好 那么昨天呢 中国大陆呢 在二十 就是礼拜天呢 急得 赶快的宣布了 就包括了要减税 然后降手续费 然后以及采取了一些 这个旧市的一些 作为希望来救股市 那么昨天的人民银行呢 也突如其来的逆回购 释放资金 2980亿人民币 那不过呢 昨天入港股的部分呢 它开高 不过涨幅呢 最后呢 收敛只有小涨啊 我们来看一下 上证综合指数 最后上涨了34点 收盘指数是3098点 涨幅1.13% 深圳城市呢 上涨了102点 收盘指数是10233点 涨幅1.01% 虽然涨幅都超过1个百分点 但是呢 因为一开盘的时候 涨幅超过5个百分点 所以呢 那一个还是开高走低 香港恒生指数呢 也是上涨了172点 收盘指数是18128点 涨幅0.96% 好那回到台湾的部分 台北股市呢 昨天小涨了27点 收盘指数是16509点 涨幅0.9% 不过成交金额呢 萎缩到只有2832亿元 OTC呢 甚至于是开高走低 做收盘的时候呢 是下跌了0.61点 跌幅百分之 0.29% 昨天呢 很多的AI股呢 都是下跌的 依赖的就是台积电 国泰金 还有一些传产的 龙头的指数的 一些各股呢 然后来撑盘面 三大法人当中呢 外资继续的卖超 28.9亿元 自营商继续卖超 49.9亿元 只有投信延续第18个交易日买超 买超了16.1亿元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节目现场了